本港二手楼价指数连续两周回远走势缺乏方向 分区楼价波幅阔大 旺角最新有一房,业主要舍过百万离场 受惠全球各国放水,有七粮丝预期 本港楼价跌势有限 全年更有望录得轻微升幅 政府撤纳机会不大 3月份整体纳税数字回升到1000宗的水平 不过期内投资客大减 当中涉及买家印花税的交易跌到纪录新低 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体》 我是陶俊文 我是陈志军 反映着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最新报175.43 虽然连跌了两星期 不过跌幅轻微,但是由于成交减少了 个别分区的楼价有异动 按单位面积分类,中小型单位的楼价连跌两周 旺角又一个小单位虽然持货近五年 仍然竞涉过百万离场 相信和买入价过高有关 虽然楼市交投减少,刺激分区指数波幅扩大 不过四大分区的楼价仍然维持三跌一升的局面 以至整体二手楼价连续两周偏远,走势缺乏方向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75.43 按周微跌0.05% 指数已经连续四周在175的水平摘幅復 即使连跌两周,累积跌幅都不够0.1% 四大分区楼价有三区向下 港岛和新界东西都连跌两周 新界西急跌了2.7% 是四年来最大跌幅 不过九龙急升2.1% 升幅是大半年最大 在128个城份屋苑当中 有5.8% 即是75个尺价按月上升 吐瓜环长龙湾表现最好 平均赤价升到大概18,900元 连同红磡黄埔花园 升幅都超过一成 不过单计新界西 有七成三 即是22个屋苑赤价下跌 全湾陆阳新村急跌1成2 到大概12,900元水平 青衣青仪花园都跌了8% 到14,200多元 九龙就升得多 新大新界西又跌得多 跌的幅度就大过升那个 其实这些是短期波动来的 即是开始成交减少就会出现 这种回软迹象 随着成交慢慢退却就开始出现 成交之前是多得很重要的 但楼价都没什么点升都是横陷的 好像没有一方向感 即是说上升的力不够 那到那个成交量慢慢退的时候 那你应该就开始回软 即是说那个调整是未完成的 案单位面积分类 楼价走势同样分歧 反映豪宅的大单位 连升两周再升0.63% 不过中小型单位楼价就连跌两周 跌幅大到0.16% 细单位楼价持续受压 部分半新盘的业主 更加可能因为入市时日价过高 以至持火一段时间之后沽出 仍然要涉让离场 幅度更加可能达到过百万 旺角麦花神会一B座高层 一个实用470尺的单位 原先开价980万 最终砒价180万 即是1成8 以800万沽出 赤价大概1万7元 资料显示 单位属于一房开职 外望城市警 原业主组在2015年中 以大概954万买入单位 持火近5年 账面亏损超过154万 贬值幅度超过1成6 虽然旺角有一房单位要涉让 不过有差梁思说 政府去年放宽案保门栏之后 中小型单位的需求已经增加 抗跌力都会比豪宅强劲 至于整体楼价方面 虽然年初到现在 受到疫情肆虐等因素困扰 不过跌幅都相对轻微 而受为各国央行放水 全年计算可能有惊喜 虽然近期楼价持续调整 大家的国家是需要两宽 所以我自己觉得 可能头半年 可能来的跌幅是大概不到70% 但全年买单未必 大家想象中是 期望会跌那么多 甚至乎有微星都不定 楼价跌幅比想象中小 其中一个原因 和按揭政策放宽有关 张乔楚说 一千万或者以下的单位 可以做到八至九成按揭 刺激刚性需求涌现 始终有个刚需的支持 反而在小单位不是跌得很多 尤其是在一千万打下那些 因为自从上年十月份的新政策 放宽到九成到八成按揭 反而市场的吸纳量 和支持度高了 但反过来 由三千万去到一亿这类型的单位 其实放货的意欲 或者交投都少了很多 而一亿打上去直接冰封了 因为可能那些人的持货量强 他根本就没有急切性要买 在买卖两行的背景之下 加上肺炎疫情 楼市交投进一步减少 第一季的二手成交 已经按年大跌三成 不过新盘推迟开售 一手的数字跌幅更加深 一手第一个季度 成交量是二千多伙 对比零八年的时候 最差大概是一千五伙 其实我们未是最差的 为何那么少成交量 原因就是一手放盘本身就是少 不是拿出来没人卖 而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二手市场 二手反而没有那么差 反而平均都是七千到八千伙 但如果你按百分比来计 一手其实按年跌了差不多接近六成 二手都跌了三成 楼市成交持续低期 早前曾经有声音说 政府应该减辣甚至撤辣旧市 不过张翘楚相信 和楼市升跌相比 政府现在更加关注 如何刺激经济 我相信政府现在的雀眼点 就真的未必是有减达 他还在说很多是经济的刺激 和输困措施 政府可能有两方面想 如果减达是否刺激了一些人去入市 但刺激了入市 现在是否一个最理想的时机 给一个讯息的人说 你现在去入市 万一楼市真的在下一个年度 再有调整的时候 会不会害了他们 如果真的要放宽 其实应该先放宽了SSD 起码那些人真的 假设我需要现金留的时候 我卖楼的时候 不用再交多些税 起码我拿回现金会多些 为了要控制疫情 政府早前就限制非本地人入香港 令到三月份涉及买家印花税的交易 都大幅减少了 剩下大概40宗 是有记录以来最少 不过同时就有更加多的业主 肯未过额印期就放本 令到相关的纳税个案回升 当中大部分的持货期 都是一到三年 要交一成的纳税 税务局公布三月份 录得的纳税数字 回升到超过一千宗的水平 升幅两成五 但涉及的税款连跌五个月 按月再少一成三到六亿八千万 是几项纳税全面征收以来最少 经济转差 近期较多工商铺等物业的持有人 愿意大幅砍价放盘 刺激那类的交易回升 带动整体纳税中数增加 期内录得涉及双倍印花税的 非住宅物业交易 按月多215宗 去到800多宗 升幅三成五 政府收税三亿五千四百万 按月大增七成 至于涉及住宅纳税的中数 就持续低期 整体录得224宗 和上个月差不多 在政府因应疫情 推出限制外地人进入香港的措施之后 涉及买家印花税交易的中数 跌到42宗 按月再少20宗 是有记录以来最少 政府收税按月大减一亿七千万 减复七成二 得六千多万 亦都是有记录新低 以往这一项的纳税 一般都维持在过百中的水平 涉及的税款亦都以亿元计 反映非本地人和公司名义买家 在3月份的入市活动 已经极为淡静 楼价调整 有更多的业主 在三年转售限期之内 宁愿交纳税都要估出单位 期内陆德涉及额外印花税的成交有33宗 按月多15宗 交税一千六百多万 当中持播期不够半年 属于短炒的个案有3宗 半年至一年的有1宗 两者都只是属于零星的个案 在1至3年之内 涉辣税离场的有29宗 增幅较为明显 按月多12宗 反映非首次置业人士 入市情况的 新重价印花税个案 就维持在接近上个月的水平 有149宗 按月多2宗 税额2亿4千6百万 按月少2成6 在连续第五个月下跌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先休息一会 回来有规划蓝图 带大家去到奥运站 参观一个三房单位 身内有个冷气机房 有没有影响到实用性呢 回来节目时间 奥运站一带不单止交通方便 大型商场等配套都齐备 以至区内的赤架高企 楼架都很硬正 参观的单位 属于区内的一个大型屋苑 新来开积都算是市政 但就设有比较少见的冷气机房 为于大角咀的帝风黄殿 由信和、南风、华人置业共同发展 提供6座 一共964个单位 由于被发展商定位作为豪宅 屋苑主要提供3至4房的大单位 占整在火数近八成 而最小的开放式单位 面积都比现在的纳米盘大 介乎375呎至415呎 今集验收的是6座高层B室 一个三房大单位 实用面积1052呎 业主刚以3080万买入 单位入门口是长方型客饭厅 面积超过300呎 三个房间和厨房都在客厅的同一边 而工人房就设在厨房内 属于常见的三房开积 不过较为特别的是 工人房的洗手间外面 特别画出一个冷气机房 近年新楼少有出现 测量师解释 由于屋苑2011年开售的时候 一手住者物业销售条例尚未生效 准买家当时参观单位 发展商有列出多个面积 例如建筑面积、实用面积 和单位有盖面积等等 这个几十尺的冷气机房 并没有计入任何一项面积 亦同时豁免于政府审批的建筑 及总楼面面积 算是政府当时向发展商提供的 一种建筑胆盛 重点就是用途不能随意改变 因为我相信在当时批准职 或者地政署的审批中 都当作冷气机房 很大机会 我相信都应该是豁免建筑面积 你又不可以作用另一种用途 所以你只是放冷气机 所以对业主来说 可能买这类的楼就认不清楚 其实你真的用不到的地方是什么 它的数字其实不重要 你知道哪里是你可以用到 用是什么用途 不可以随意改动 不能够放其他物品 但业主就是真金白银买 照这样看 冷气机房似乎有些激烈 减低了单位的实用性 不过何具业就说 和现在冷气机大多放在窗台底 或者公共平台的做法相比 独立的冷气机房都有好处 特别是一个房间比较多 面积比较大的单位 实际的用途就比较大 我们见了两类型 独立的窗口机 有些是自己过在户外的分体机 这两种都有个不好处 就是风吹雨打 做维修麻烦 不单只那部机的维修麻烦 它是喉管的 亦是很容易所谓的老化 如果一些大单位 既然冷气多 有个独立的房 而重要的就是 入到那间房 要做维修 要做保养 其实一来安全很多 另外一样东西 因为它始终不是直接风吹雨打 它有一个我们叫做透气的我们叫做拍檐 是否容易直接打进去 那些机器 不会令它生瘦 那些 其实对那部机器保佣更好 所以是有好处 所以为何早期很多楼 如果单位够大 真的安不了冷气机 那屋处都会同意 你有个独立的冷气机房 单位2011年入伙 虽然楼零已经近10年 但厌楼师中志刚检查之后认为 整体保养不错 地砖、墙身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单位用久了 难免就会出现滲水问题 中志刚说 全屋漏水最严重的是工人房的洗手间 多个地方都有问题 业主可能要考虑重新装修 其实这里已经八年、九年楼 其实防水的效能都差不多了 一般七至十年左右 做得好的可以久一点 但我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有水滲出过墙身 可能防水已经开始老化了 坦白说 这个工人池里面 很多东西都已经出现问题 例如充斥杂浅流水 洗手盘的分水制又坏了 座次都很残 其实装修的时候 一个工人池这么小 其实就不会太多钱 我就建议将工人池拆掉它 重新做个放水 重新批个塞 换回结局 甚至乎这个门都不用扭 换回它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门 枸边也脱了 折胶也散了 可以一次个做完它 至于主人房的套翅和客翅 虽然洗手盘都出现不同程度漏水 但情况不算严重 只需要更换格器 和简单修补就可以了 宗志刚说 两个洗手间的墙身都铺上云石 选材质素不错 新业主原本可以保留 可惜套翅浴缸旁边 靠近窗边的一块云石 严重崩裂 想翻身重用就有一定难度 理论上可以 不过可能出来的 会有些少许效果不同 看看业主能否接受 我们看到这一只石 它不同像长生这种 另外这种是第二种石材 它的纹理比较丰富 有些石纹很深 那些位置通常会脆弱些 有时会容易断 其实早发现的话 那些比较深一点的链纹 是可以补到的 但好像现在那样 已经谷起了 脱了的那些 就没办法了 弄回都会很觉眼 都是那句 始终都是八九年楼 你那个房水层都开始浪化了 要做过厕所其实都正常的 那业主自己衡量回 近年新盘交楼的时候 普遍都有家电随楼附送 但由于这些属于消耗品 验楼师在验收二手单位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检查家电 业主自行验收的时候 除了要看看电器运作是否正常 安装摆位都要留意 就好像这个单位 厨柜预先内陷了多部的电器 虽然现在运作良好 但未来一旦出现故障 可能就较难处理 新楼时期的时候 已经是陷入式的电器 你说要换它是有麻烦的 你一定要找回同型号 八九年前的型号 你找不回了 要度过尺寸 摆得入的你才能买回来 另外业主自己可以衡量 其实它需不需要用三种爐 譬如这里是焗爐、微波爐、蒸爐 如果你不需要用的 你可能找装偷师傅 我计算尺寸够入的 两个而已 中间可能变回轨 或者隔开一点 散热就会好些 因为我们经常说 摆得太密 散热不好 电器也会容易坏些 至于修理方面 其实坦白说 现在电器通常都没有人修理 坏了就换坏了就换 作为区内较迟入伙的楼盘 屋苑在高度上都有优势 不论是同系的另外两期屋苑 或者是富榮花园等等的居屋 最高都只有四十五十层 楼高七十多层的帝风黄电 大部分向南的中高层单位 都享有开阳海景 何居苑说政府在九十年代 在西九龙大规模田海 发展多个港铁站 都没有对建筑物切高度限制 以至后期兴建的私人物业 普遍的楼层较高 和前方较低的物业 形成阶梯式发展 这个公园房屋发展时 没有特别限制高度、密度 它想要建多少建多少 那时这个规划 还未去到很透彻 但是发觉后期发展下来 做了私人房屋之后 不够地 可能要尽量做更多的住宅供应 加大一个密度 所以我们站在这里 就是一个最高密度 而看到的供应那边 就是低密度 所以形成一个很特别的 它没有刻意的高度限制 整个城规的角度 但是我们看到一路望 这边最高 望到那边一点 再望到海 其实也都可以令到区 虽然它密 但不是枝枝那么高 感觉上也相对开扬 而且设计上 也都可以令到一些低层的单位 因为旁边有些楼屏障 其实它也没那么吵 否则两边高速公路 其实它就会很吵 不过在整体配套方面 海具业认为略有不足 现时区里的商场 只是集中在奥运站一带 公共配套就比较少 为了配合区内的人口增长 虽然政府在卖地的时候 要求发展商加入安劳院 但作用始终有限 比较难达到平衡社区服务的目的 在规划的角度 这区虽然都不错 但是公共配套是少的 虽然我们有公园 但是这个公园里面 我们都觉得 都是一个比较静态 譬如你说 我们这里没有泳池 甚至我们说 一个综合一点的市政大楼 在这里附近都没有 你要走到旺角 旺角街市那边 其实都圆的 不便利 再加上学校 本来这些区是中小学友 加上现在理工大学的附属学院 其实教育上好像很平衡 但是我们要想想 这个不是服务区内 我们区内的教育配套 幼稚园 我想人口多 要有好的平衡 交通方面 虽然区内有港铁 都有巴士和小巴出入各区 但若果居民想步行去到附近旺角一带 就要十多分钟 而且不少的地方都没有遮挡 下雨的时候就较为不便 何局叶认为 从规划的角度来看 即使那区的人口已经把握 都有需要完善行人网络 方便居民往返 你现在走到这里 有巴士 有的士 有小巴 住到没有名字 有铁路 但如果回到旺角 你觉得是很远的 你要走过一条半路天的行人天橋 落地 然后走过四五个街口 才可以再落地铁路 其实是不利的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好些的行人网络 哪怕是半隧道式 甚至是过马路 过完之后在天橋也好 可以有盖地连接到 可以落到旺角地铁站 或者是我们向南朝小的 又不在地铁站 我觉得这边的发展 就算没得再加大 但是便利到更多的居民 而且现在很多政府的设施 政府的办公室 放在这里 其实都是一个挺格舍的 所以如果应该 再改善行人系统 今集先说到这里 高铁站上階的巨型商业地 早前以低价批出 对附近的楼价有什么影响 入伙十几年的单位 来拢保养又是怎样呢? 下星期记得留意 要有点赞 您可以将这些俱过来 对附近的楼价格 进行转型 再次回到这里 再次回到这里 我们去复制 下星期计划 下星期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